追剧时,你一定看到过人物介绍,剧中的女主嫁人时,也不过才十四十五岁,这并非是空学来风,根据相关记载,唐玄宗曾下令,男十五,女十三,就可进行婚配。 虽然这样的赵令,在现代的角度来说很炸裂,但古代的男子,也的确喜欢娶十三岁左右的女子为妻。 洞见历史人物,品息世间百态,欢迎订阅一关历史。 在当下时代,年轻一代盛行晚婚晚遇,然而在古代,婚姻时机与年龄并非取决于个人意愿,而是遵循父母或国家制度的安排,回顾先秦时期。 婚配年龄还算合理,据史书记载,先秦规定男子三十岁,女子二十岁成婚,尽管如此,实际的结婚年龄仍比律法规定的要早五岁左右,即女子大约在十五岁左右便步入婚姻,而男性则相对宽松。 然而,到了秦朝,婚配规定便得荒谬至极,简而言之,若身高不足,婚姻大事便与你无缘。 这种规定显然不会被长久推崇,原以为随着时间的推移,婚配规定会逐渐合理化,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,便得越来越让人无法理解。 在汉朝,女子年满十五岁便可嫁人。若至三十岁仍未出嫁,便需承担五倍赋税,这无疑是在告诉当时的女性,若超过三十岁仍未能嫁出去,便要承受惩罚,唐朝的规定与宋朝大致相同,均在十四岁左右便应嫁人。 毕经多个朝代,我们可以发现,女子嫁人的年龄几乎没有太大变动,而责罚几乎都针对古代女性,在古代,未能嫁出去,被视为给家族蒙羞,而男子偏爱娶十三,十四岁的女子,也多受律法规定的影响。 那么,为何古代律法仅针对女子的婚配年龄呢?这背后实则有三大原因,可谓是君主们的无奈之举,都是战争惹的祸。 在远古的时代,由于四海未统一,风火连天,战乱平仍,生活在那个动荡的年代,百姓们的生命如同风中残烛,随时可能在旦夕之间破碎,或许上一刻还在与家人共度温馨时光,下一刻便被战争的残酷所吞噬。 以春秋战国时期为例,风火连天,战争平仍,战争带来的人员伤亡是无法避免的。 一个国家,若失去了人民,便失去了强大的兵力,走向衰败将是必然的命运,因此,作为统治者的君王,必须确保人口的不断增长。 为实现这一目标,便不得不强制实施一些法令,如降低女子婚配年龄,强行促使他们早婚早育。 男子作为生产力的主要承担者,可以三妻四妾,以提高新生儿的出生率,如此一来,虽然战争造成了士兵的大量损失,但源源不断的新兵补充进来,整体实力得以维持。 而对于女子而言,本身戾气较小,需要男子承担养家糊口的责任,因此,他们也会自然而然地选择早婚多育,这样的做法既满足了君王的规定,又保证了家庭的生活,这在当时无疑是明智之举。 除了战争需要新兵的加入外,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也促使了古代女子过度早婚。 医疗不完善 据统计数据显示,我国当前的平均年龄已攀升至约75岁,而古代人的平均寿命则相对较低,在夏朝时期,平均年龄仅为18岁,倘若将其置于现代。 这相当于刚刚步入成年,便已濒临生命的终点,然而,到了秦汉时期,平均年龄却奇迹般地增加了两岁,达到了20岁,尽管后续朝代的平均寿命逐步上升。 但在民国之前,最高的平均寿命也仅止于30岁左右。 这就不难理解,为何古代人会早早地步入婚姻,毕竟在30岁之后,能否长寿都成为了一个未知的谜团。 然而,造成平均年龄如此之低的原因,一方面在于频繁的战乱,另一方面则在于医疗设施的极度匮乏,尽管古代名医辈出,但对于一些棘手的病症,他们依然束手无策,反观现代,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式,使中医条理与西医救治疾病相得益彰。 在古代,人们只能依赖中草药治疗疾病,对于一些慢性疾病尚可应对,但对于突如其来的病症,终究显得力不从心。 更为严重的是,只有达官贵人才有能力承担昂贵的医疗费用,对于平民百姓而言,看病成了一种遥不可及的奢望,因此,曾有许多卖身就负的悲剧发生。 尽因看病的价格高昂,普通家庭根本无法承受。 在古代,一旦患病,人们往往选择拖延,以至于病情恶化,最终演变成不治之症,迎接死亡的来临,而一旦瘟疫爆发,情况将变得更为严重。 由于医疗设施的匮乏,瘟疫的传播无法得到有效控制,其传染力极强,一个村子里只要有一个人感染瘟疫。 很快,整个村子都将受到波及,最后,失衡遍野的惨状也就在所难免,无人愿意为他们收尸。 面对大量的人口死亡,古代君王们无不忧心忡忡,因此,他们只能通过增加人口这种最直接的方式来应对危机。 在平均年龄仅20至30岁的年代,即使是君王不提倡,人们也会自发地将生育年龄提前,因此,无论男女,普遍认为14岁左右结婚并无不妥。 按照平均年龄计算,等他们的孩子长到13岁左右时,他们自己已经濒临死亡。 此外,古代社会极其重视血脉的传承。 传宗接代被视为人生最重要的大事,尽早完成这一使命,才是真正的孝顺。 女子地位低下 在古老的封建社会中,女性的地位卑微,被视为家庭的附庸,甚至仅仅是生育的工具。 然而,历史的真实并非如此简单,那些时代的女性并非心甘情愿地接受这样的命运。 本文将深入探讨古代女性的生活状态,皆是她们在封建社会中所遭受的种种束缚与压迫。 受到封建思想的严格束缚,女性不被允许接受教育,更不用说从事商业或政治了。 然而,在观幻人家的大家闺秀,却有实力聘请私教。 这私教课的内容与男子所学的大相径庭,主要是教导女性修身养性,服饰好夫家,学习女德,这种教育方式,使得观幻人家的女子在家庭中的地位较高。 但同时也使她们更加深陷于封建家庭的束缚之中。 而普通人家的女子就没有这样的待遇了,她们只能学习一些洗衣做饭,缝补衣物的手工活,也是为了更好的服侍丈夫。 这样的生活,对于女子来说,无疑是一种压迫,她们没有自己的生活和追求,只能围绕着家庭和丈夫打转。 最重要的是,古代社会极其重视女性的贞操,甚至连外出露面都是一种奢侈。 这样一来,女性既没有养活自己的能力,又受到封建思想的影响,自然是离了夫家就不能独立生活。 而家中的父母也会下意识地觉得养女儿是一种累赘,早日嫁出去还能得到一些聘礼补贴家用。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,古代女性的生活状态可见一斑,她们在未成年的时候就被迫承担起家庭的责任,早早地嫁人,然后一生都在为家庭和孩子而活。 她们的命运,完全被社会和家庭所掌控,没有自己的选择和自由。 然而,我们不能因为古代女性的命运而完全否定她们的存在和价值。 她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抵抗封建家庭的压迫,追求自己的生活和幸福。 例如,古代的女性通过纺织、刺绣等方式,创造出许多精美的艺术品。 这些艺术品至今仍然被我们欣赏和赞美。 古代女性的地位低下,是受到封建社会和家庭环境的双重压迫。 然而,她们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生活和追求,而是通过自己的方式。 抵抗压迫,追求自由和幸福,她们的存在和价值,不应该被社会所忽视。 古代男子娶13、14岁的少女为妻,并不符合现代社会的价值观。 在现代社会,我们尊重人权,重视未成年人的权益。 13、14岁的少女正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。 她们应该在学校接受教育,为未来的人生打下基础,过早涉足婚姻,对她们的身心健康都会产生不良影响。 综上所述,古代男子娶13、14岁的少女为妻,是受到当时社会背景和观念的影响。 在现代社会,我们应该尊重女性的权益,关注未成年人的成长,让她们在适当的年龄结婚生子,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